而从顾总统李登辉时期就提出 直到前总统马英九任期才通过的国土计划法 第三阶段原定在明年4月30后 一并公告国土功能分区图 但现在不仅中央地方不同调 20名民进党立委今天也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呼吁暂缓国土法 不过内政部长刘时芳则强调 一定会推动国土法 面对争议会持续沟通 我们就尽量持续沟通 能够让他如期上路 与其坚定推动国土法 毕竟计划已经比原定多延三年 内政部如火如荼要执行 却连自家立委都不买单 计划没配套 尤其实施后就怕影响农地价值 用途变更难度变高 引发民怨 中南部立委要中央多想想 也有时间和人民来沟通 政府要多多下乡 听取民意 很多的县市长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恐吓拥有农地的农民 未来你的农地就是死路一条 而回顾国土计划法 从1997年起 李登辉时代就曾提出 国土综合发展计划法 沉水变时代也宋审过国土计划法 但都无法整合各方意见 直到2009年 莫拉克台风重创高雄小林村 马英九政府重提国土计划法 2015年底毛治国行政院长时期完成立法 2016年5月起实施 力量善但直到今年9月中旬 仍有九县市没有如期提报功能分区土 南投县因为我们是农业县市 国土计划划分之后 我们会有百分之七十几都是国土保育地 希望可以在执法都订定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推动 国土法预计明年四月就要上路 但地方有意见 人民还反对 想如期施行恐怕有难度 近日台北南投综合报道